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赢业了 少女时代承载着一代少女的青春 不得不说 很多人都因为团内的门面担当允儿 直到了少时 去年大家还曾经对比过允儿十年的变化 答案是没有变化 前不久这位门面担当林允儿也过完了30岁的生日 30家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又添一元大将 休息了很久的允儿也开始频繁营业 特别是最近参加了综艺节目On or Off 这档综艺节目呈现了嘉宾繁忙的日常 和一个人独处的时光 从节目当中还可以了解到私下的她 就像是在看一部很长的vlog 节目当中更是动手能力100分 看完了On or Off 网友直感叹啊 没有人的人生是完美的 除了林允儿 作为初代女团成员 私下当然也把握着行走的穿衣模板的定位 时尚功力从台上展现到了台下 可甜可言 可帅气又可以清熟 那先从允允子的私房开始夸吧 允儿虽然是女团界的前辈 但是她的私服穿搭风格 却不是今年很火辣的女团风 而是走简约路线 允儿独有的清纯感提升了整体气质 30岁依旧初恋感十足 甜甜的养气女神 没错了 允儿很偏爱少女感的搭配 粉色系呢当然就少不了了 不然随感牛仔外套休闲甜美 而且呢还有一个简灵的优点 想要突出度假感 那么就选择淡粉色或者是裸粉色 提升清爽感 只是黄黑皮女孩 谨慎选择亮色系 娃娃领泡泡秀小蕾丝等等 都是很少女的元素 学生感十足 日常的通勤呢也很合适 恰巧都是今年大热的趋势呢 但娃娃领对于宽肩的姑娘们很友好 离形身材可以选择束腰的修身上衣 都能够挡住肉肉 视觉显高显瘦 纯色系的搭配度很高 但是偶尔呢也会略显单调 格纹和条纹都是经久不衰的经典元素 饱和度高的颜色装在一起点燃好心情 夏天就应该多姿多彩 元气满满 编织帽加上一字领的长裙 简直是海边标配的 穿搭 褪去少女感转换成轻手女风格 也很吸睛 腿部被遮挡住 还能防止晒黑 纯白色在阳光底下就像是一块打官板 一下子就成为了人群当中最亮的那一位 针织套装成熟度增加 职场look可以借鉴起来了 简约带视却很显温柔 驼色本来就是自带柔光滤镜的 针织材质会比较的贴肤 很显身材 所以有小肚子的姑娘可以选择 允儿这一种荷叶边的商衣 可甜也可言才能够成为穿搭模板 宝蓝色的T恤 满满的中性风 增添沉温感 工装风也能够轻松的hold住 驼色连体裤就是懒人凹造型的首选 简单省事还不仅时尚度 本以为女明星允儿的日常 应该是聚会看秀的高大上行程 没有想到她却是个接地气的小女孩 性格软萌可爱 开车的时候还争分夺秒的卷刘海 也太真实了 有刘海的姑娘一定有同感的 动不动就素颜出门 无所谓其他人的眼光 不拘小节的她 值得大家的喜欢 允儿的长相属于淡眼系 十分耐看 而且为了突出清透感 她的妆容也会偏淡 日常没工作的时候 干脆就不化妆了 On or Off当中的拍摄生活的部分 也是经常怼着脸拍 但是也毫无压力 也经常会洗完脸就带着狗狗散步 在小区里边遛狗的时候 还认证着教狗狗 如何去增加镜头感 这样才能够出名 此时看上去更像是邻居姐姐 活泼又易清静 工作之前还会在家里边 制作苹果形状的曲奇饼干 随后工作的时候 就可以带去分享给工作人员了 满满的一大盒人人有份 社交小达人云云子上线 难怪工作人员也都被群粉了 去朋友家的时候 看见房间太杂乱了 直接就套上了围裙 扎起了头发动手洗碗 目的也很单纯 就是想要帮朋友早点收拾完 两个人就可以一起玩了 严重怀疑云儿才8岁吧 想着洗碗只是开始 洗完就上手帮朋友装修房子 拆门的时候觉得电钻很有意思 就玩个不停 在活的时候没有任何怨言 甚至还能够让大家跟着一块乐 快乐真的是会传染的 刷油漆也抢着上手 很熟练的帮朋友调出了喜欢的淡粉色 刷完房门刷门槛 蹲在一旁的朋友根本就不用动手 更像是这个来云儿家做客的客人 编辑终于就明白了 网友为什么称云儿为完美女孩了 如此讨喜的性格谁不喜欢呢 请问还有什么是云儿不会的吗 就连公认很难学的中文都被她拿下了 难怪稳坐林根星白晶庭女神的位置 特别是在中国拍摄的时候 剧组日常当中文对话 甚至是画风还被粉头林根星给带跑篇了 时不时的东北味就出来了 云儿的学霸人设立吻了 好不容易等到休息的时候 还会和翻译姐姐喝喝下午茶 主要是全程标准的中文对话 六道飞起 几乎听不出外国人的口音 喜爱中文的云儿还参加了汉语等级考试 第一次考试差一分就达到了合格线 第二次很轻松的就拿到了终极合格 她的普通话确实不普通 不仅流利顺口溜也能够整几句呢 到中国和姐妹孙肖肖一起预约电影 全程中文的少年的你也毫无压力 技能点满分的云儿也太美好了 少时女团的舞蹈那是大家都熟悉的 只是没有想到跳起男团舞也如此出彩 动作干净利落业务能力再现 和男团battle也不见得会输 充分达人云儿在30岁生日的时候 为粉丝献上了男团舞合集 其中包含了NCT SOBTS Seventeen的舞蹈 在练习室呢也跳出了公演舞台的气场 爆发力十足 身身帅气酷个儿 而且呢许久不发微博的铁粉铃更新 更是火速感来送祝福 30个小蛋糕整整齐齐排列 祝女神生日快乐 但还有一个小技能 那就是花式开酒 爱和老酒的云儿和朋友聚会 就会秀一秀绝招 一顿操作猛如虎 气场立马两米五 确实挺像那么回事的 和台上的女团成员的身份 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萌 走了13年花路的云儿 大众眼前是国民女神 30岁的云儿变得更加的从容了 无论是工作还是私下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